11月8日,中星社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了解到 月眼金星、金星半月、月片史等多部天象大片将在11月陆续上映 月亮在群星环绕中唱起主角 当天,月眼金星和金星半月依此亮相天语 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部主管王科超介绍 当天中午,月眼金星率先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韩国等地上演 而在其他地区则可以看到月亮从金星很近的地方经过 到了晚上,在西南方天空中 民众可以看到金星与月亮近距离相伴,闪耀夜空 金星是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 其半径只比地球小300多公里 当金星在黎明前出现在东方时 我国古代称为启明星 而金星在黄昏后出现在西方的天空时 我国古代称为常更星 而金星与月亮地球成一条直线的时候呢 则有可能发生月眼金星的现象 其原理和日食有点类似 王科超告诉记者 和月眼金星相比 晚间发生的金星半月则显得尤为浪漫 金星半月几乎每月都会发生 只不过每次发生时 月亮与金星之间的距离远近和明亮程度有所不同 这次的金星半月非常的明显 因为刚过了东大去的金星 此刻显得非常的明亮 当天气情好时 天文爱好者可选择观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